水噴電食飲氣爆 兩消防員灼傷 旁邊電就很燙了 還可以 突如其來的氣爆聲和火光 嚇得民眾四處奔逃 兩名消防員爬出火場 用大量清水降溫 沖掉身上化學物質 高雄市這處鐵皮屋水果倉庫 昨天凌晨發生大火 消防隊貨爆後全力灌救 火事一度波及隔壁民宅 經過半小時搶救 終於撲滅大火 但緊鄰起火點的倉庫 卻冒出濃煙 兩名消防員拉著水管 進去查看 他們用水柱噴灑冒濃煙地方 卻噴到一旁堆放的電石 產生大量以缺氣體及高熱 瞬間發生氣爆 炸傷兩人 兩人衝出火場後 不斷用清水沖洗身體 之後緊急送往醫院急救 兩人手、臉都二度灼傷 氣爆後 倉庫竄出火苗 消防隊切開鐵門灌救後才撲滅 造成氣爆的電石 成分是碳化鈣 因會產生熱力 一般用來吹熟水果 電石浴水後 會產生易燃的以缺氣體和熱量 甚至引起燃燒 專家建議 這類加水會產生劇烈化學變化的物品 應放在通風、防火設施良好的地方 如果儲存量超過快 應該都要主動通報 眾新聞高雄報導 臉書 Wah 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